之前的話 順便補充一些 我覺得蠻重要的 因為之前同學比較關心就是 當你做完那個ABCD之後 如果說你要變更它的顏色 比如說像應該這個部分還蠻常用到 因為我看到主要是大數據 我會看那個影片 YouTube上面 或部落格裡面的數據 好像大家對那個格式 自動格式化那個部分很有興趣 因為你邏輯判斷完之後 那假如說你今天希望怎麼樣 今天希望比如說A的部分 假如給它改個顏色 改字的顏色 那B的話也許改個底色 底色我希望把它改成也許是黃色的 然後C的話也許改個框線 加個框框 D的話改成紅色的粗體字的話 比如說大概是這些 那基本上如果這些你都會用的話 那將來你要做一些大範圍的格式化 應該就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 不過後面還會講到日期與時間那個部分 還會再講到 那我就先把這個稍微做一個變化題 那這邊的話呢 第一個當然我這邊多一個 層積多重 再加個顏色 如果按下去的話呢 基本上就可以類似有這樣的效果 就是A呢 是很簡單 如何變換字的顏色 變字顏色 所以如果你要字的顏色變更的話 其實呢 只要在那個什麼呢 在這個地方多增加一個 我來看一下 把它放旁邊這樣看會比較清楚 我是在剛剛的那個多重 把這個複字再貼到底下 那在哪個地方改呢 在這個輸出A有沒有 這一行是輸出A 輸出完資料之後呢 順便加個格式吧 那格式怎麼變更呢 特別注意 以後如果你要變更那個Sales出春格 它裡面的字的顏色就是FoneColor 點Fone點Color就可以了 OK Fone應該要字型嘛 叫Color 顏色 等於什麼呢 特別注意以後 如果你要去 只要跟顏色有關的 我乾脆建議各位就記一個RGB就可以了 RGB是什麼呢 就是紅綠藍嘛 瓜糊最小是0 最大是255 那如果要藍色的話 那就是0 0 255嘛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數字 以後的話你只要知道顏色的話 你就把它加上去就可以 但是如果以後RGB你不知道顏色的話 也沒關係啦 你就是直接在哪裡呢 在這個油漆桶或者顏色這邊 點箭頭一下 如果你按其他顏色 就找到什麼 找到藍色好了 按自訂一下 這邊就告訴你0 0 255了嘛 那如果你要紅色的話 你就找紅色或者找黃色好了 黃色是多少 255 255 0嘛 那如果你要什麼顏色 反正你就隨便點一個 綠色的話 這個好像有點綠 如果你要反正自己調一下 把這三個數字RGB填上就OK了 那因為我這邊的範例 比較簡單的做一些 第一個就是顏色變成藍色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變成其他顏色 第一個就OK了 所以其實如何變更顏色 範例一就完成了 就這個地方 加在哪裡呢 輸入資料之後的下一行 應該可以理解吧 所以以後我邏輯判斷 以後你可以放很多行 不是說可以放一行 不過後來我同學好像問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放在 輸出資料的上一行 其實也可以啦 就是你要先輸出資料 再格式化 跟格式化之後 再輸出資料 其實好像結果都一樣 就是這兩行可以顛倒一下 其實也可以 就是應該知道我在講什麼 這個這一行跟這一行顛倒 好像也可以 因為先格式化再把資料放進去 好像沒什麼不一樣 OK好 第二個就是如果輸出b的話 各位看一下b哦 b差異在哪裡 底色嘛 這個也常用嘛 其實我們不外乎做格式化 不就是變顏色 不就是變底色 那底色怎麼做 非常簡單 改哪裡 請注意看b的地方 這個單字 叫做intero 這個就是你把原來的form 這個form是字形 改成這個intero這個 這個字這個就是底色 然後如果你要黃色 我剛有demo過有沒有 25250 就是紅色加綠色沒有藍色 那就是就是這個 只要把這個改一下 所以你甚至可以把這一行 複製貼下來 改一下這個字就可以了 OK 那有的時候如果你打不出這個這個intero的話 你甚至可以 其實你也可以 我的習慣上你可以打一個sales sales先不要刮糊 點下去 打一個in 往下選 就出來了 再點color 這個也會出來 再等於 不過特別注意哦 刮糊一定要加上去 因為很多人打得很愉快 打完之後 忘記加刮糊 會怎麼樣呢 其實哦 會變成這樣子 我demo給我看 如果你忘了加刮糊 其實它最後呢 就會變成 ctrl 區 我執行給各位看 在這邊也可以執行 ctrl 加G 就即時運算 你如果要即時運算 你可以從ctrl 區這邊 然後把這個效果 假設加上去 比如說你忘了加那個 刮糊的 忘了加那個sales sales指的是所有的 所有的儲存格 rgb255 豆點255 豆點0 你把它按一個enter 它會變成什麼 全部的 這個意思是 全部的sales 都變成黃色了 那如果你只有一格的話 那就表示什麼 就是那個儲存格 那如果你要變回來怎麼辦 你就把底色怎麼樣 把color 這個變成沒有 那沒有的敘述 其實就是改成 xl 加一個xl 就以sales的參數 num enter一下 就沒有了 ok 所以應該懂我在做什麼 我是在即時運算 有些東西如果你不太知道怎麼用 你可以把這個即時運算式窗叫出來 可以直接在那邊操作 這邊即時運算這個 ok 好 那另外 我們剛剛再切回來 第二個是intero 第三個是 匡線 那匡線怎麼做 以後如果說 如果假設是c的話 我把它外面加一個匡匡 那其實很簡單 就是boulder 加一個 加一個 boulders 因為它一個 就是 複數的話 指的是所有的boulders 它其實是很多的匡線 所構成的 所以這邊的話 boulders 給它一個紅色的話 25500就ok了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們就是boulders 加1s boulders 把它加上去 這個先關一下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加上匡線 非常簡單 因為之前有同學 他看了很多 我們書或者文章 他說 老師我不知道 他做完了很多事 但是他不會加匡線 其實以後要加匡線 非常簡單 記得就是在這個地方 用boulders 點color就可以了 ok 那最後的話 d d 有沒有 這框鍵 你又要加上去 給它一個255 就是紅色的 紅色的框框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d 就是字的顏色 改為什麼 紅色 所以分color 等於255 00 應該可以 然後再來的話 粗體 粗體的話 是什麼 form.ball 有沒有 就是把它加出來 等於什麼 等於true 那當然你要把它清掉的話 就等於false 它就是true跟false 不過在bba裡面 true可以改為1 false可以改成0 不過結果都一樣 ok 這個加上去 當然你還可以再加個清楚 清楚的話 就是相反過來 一樣把上面複製 貼過來 加個清楚 如果說 原來的顏色 改回來的話 那原來也是黑色 所以如果把它清除 給各位看一下 全部不見 不過特別說 全部不見 這個比較麻煩一點點 因為你清除的不是資料 如果是資料的話 給個空字串就好 但是你要清除的是格式的話 尤其是我們剛剛是做了四種不同的格式 那變成我們乾脆的四種 重新再清除 這變成要清除的話 第一個 紅色的字 這個 我剛剛點高的 這個 多寫 ok 我們剛剛做了這四種 他怎麼清除 加上去 ok 清除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清除特別注意 這個字 本來是 現在是藍色 如果把它改回原來的顏色 原來的顏色 什麼顏色 黑色 所以很簡單 應該這個是 往下 ok 特別注意 一 如何把顏色給清掉 這個其實 我發現 我翻了很多書裡面 都沒想到 這其實很簡單的需求 但是一般書裡面也沒提到 你翻來翻奇怪 怎麼都沒有講到這些 其實很簡單 就把Fone Color 改為什麼 000 000什麼顏色 就黑色 ok 白色就剛好顛倒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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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白色 ok 第一個 第二個 怎麼把底色拿掉 很簡單 Color 這個地方 把它改為 XLN 沒有底色就對了 沒有底色 跟沒有字的顏色 不太一樣 沒有字 因為你如果把那個 Fone Color 改成XLN 你試試看 我記得好像顏色會怪怪的 灰色的 那如果說你底色不要 記得加一個XL 這個是X 這個是L 不是E 因為之前有同學打了E 之後 一直已經錯了 記得是L Excel的XL 加一個None ok 這個是把底色拿掉 那 加上那個 框欠要把它拿掉的話 是Color 加一個Index Color 跟上面很像 但是要加一個Index 如果你不加Index 好像框框也怪怪的 ok 等一下你們可以試試看 那 這個字的顏色就一樣 那 把那個True拿掉的話 就加一個False 上面是True 下面是False ok 這裡的話 那把它 詞心給各位看一下清楚 欸 有沒有 清掉了 加顏色 清楚 ok 所以基本上 這邊有四種變化 那如果將來 如果你需要的話 這四種我想應該夠用 來把畫面 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那等一下我也把這一段 這是多的 我剛剛才寫的 一樣會補到哪裡呢 補到這裡好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 那上了雲端之後 我想你們也同步可以看得到 因為它會同步更新 喔